這是上個禮拜的部分 那利用這樣的陣列 就可以幫我把一個一個一個 配合什麼? 幕府 有沒有 那就可以一個一個幫我做排序 那實際上就是 上個禮拜重點就是 第一個排序 用陣列排序 可是這個陣列對各位來說有點難 所以後來我們好像講了另外一個就是說 從某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指的就是說 我把我們的 這個就是說 我們要排序的順序有沒有 我們就乾脆放在這個假班的 工作表裡面的I欄 放在他的第一 I2一直到 I14的這個範圍 那如果說你要從範圍抓到這個東西 並且讓它去排序的話 那實際上程式就在這裡 也是for I等於 二 二指的是這個第二列 到第14列 然後呢先把它抓到X 就是把這個假班 因為它這個I等於二的時候 就會先抓那個 DI2的這個儲存格的值 放在X裡面 那所以假班會出現 假班 那再來的話就是把那個 X 這邊錯了 應該是沒有 這邊是X才對 沒有加1 加1是加後面 好 那這邊的話是 把那個假班放進來 然後Move Before 有沒有 第幾個 第幾個 那應該這個 應該是-1才對 這邊 這邊是寫錯 那把它怎麼樣 再移動到第一個 那第一個的話實際上 它初始值是2 所以必須把它減掉1 它才會是 才會剩下1 就把假班移動到第一個 一之類推 那這個是 從範圍 從範圍 就是說你的那個 排序的順序是在這邊 那後面又有一個 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筆畫排序 然後還有清單排序 這邊都有了 然後再來我們就做了一個 下拉清單 最後就是 啟動起來 讓它做一個自由排序部分 那今天的話 我們接著繼續來看好了 最後當然我們好像還有講到 怎麼樣把排序結果 另存清單 有沒有 存在哪裡 特別是這邊有一個 關鍵點 又會多使用一個物件 叫Active workbook 那workbook指的就是說 工作部 那active指的是 目前活動的 所以後面一定不會加s 因為 目前活動的工作部 只會有一個 不會有負數 然後面的話 用它的一個方法 叫safe safe safe copy s 記得要有copy 如果你沒有copy的話 它會把你原來的那個檔 call到其他的位置之後 舊的那個就不見了 那safe copy s是你原來的位置那個還在 它會另外call一個 額外的一個 一個Excel檔 然後放在哪裡呢 我們把它放在桌面上面的 也有一個資料夾 叫VBA 好 那就把它放在這邊 那當然就是一個 存一個一個存一個 最後你可以利用那個 用outlook郵寄 假如說你今天 如果要把你存好的檔 直接就寄給對方的話 那你可以利用這一個方法 用outlook郵寄 不過前提記得就是說 你的電腦裡面 必須要已經設定好什麼 設定好那個就是 outlook的相關的設定 方法就是說那個 pop3 跟這個smtb等等的 ok這個地方我想我們上個禮拜 應該是講到這裡的 那今天的話呢 接著來看 那用outlook郵寄 這個方法 你除了說 這邊有路徑可以修改 所以這邊的話 Attention本有沒有 這邊關鍵在這裡 這邊我乾脆把它在mark 稍微放大一點 這邊的話主要是 這個地方 它提供給我一個路徑 所以我就把 我這個路徑裡面的attachment 有的add add 把我們上面這個路徑裡面 放的這個檔案 把它加進來 那它就會幫我把這個信件 給順便寄出去的時候 順便把那個檔案 也附加寄給對方 那未來當然你也可以怎麼樣 在這個to的這個後面 其實也可以把它改 不一定要在to 因為to的話 會顯示對方的email信箱 你可以把這邊 也可以加一個 可能是參數 比如它的email信箱 然後 將來也可以寫個回圈 反正你就批示 多少人 就自動就全部寄給對方 這個也可以稍微再修改一下 好 那今天的話繼續 再來講一下有關工作表的顏色部分 因為我們原來的 就是上禮拜部分 你可以把上禮拜 或者你直接開啟那個 直接開啟上個禮拜的這個範例 或者沒有的話 你可以開啟07那個範例 反正就是底下原來沒有顏色就可以 那我希望怎麼樣 快速的幫我們這個底下 全部都做個顏色 那關於顏色部分 我講過 至少有兩種 那最重要當然RGB 可是如果你不用RGB的話 另外還有叫QB Color 這個QB Color 感覺上會比RGB來的簡單 因為它就是QB Color 它的缺點是顏色不多 大概就16種 而且都是屬於那種非常 顏色不是很好看的顏色 所以當然 為什麼我不推薦它 因為它顏色不好看 第一個 第二個顏色太少了 所以我一般都是僅供參考 因為如果你要多記一個感覺 好像多負擔一個東西 所以我盡量 如果你實在覺得它不好用 那你就不要記好了 不過我們還是順便講一下 然後這邊會有標籤顏色 等一下再來看 另外就是亂數加顏色 那因為亂數的關係 我們等一下 會有一個叫大樂多開講 那大樂多開講 其實還可以做得非常複雜 因為我之前教同學 甚至去做出那個球 然後也可以動態的去開 然後可以跟表單做連結 你也可以做出一個表單 上面還可以放球 隨時就是說 如果有號碼出來 你也可以把那個球放上去 這個我想往後面 慢慢一個個來看好了 再來就是工作表的複製跟刪除 再來就是分割工作表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 先把那個上禮拜部分 了解一下那個工作表的 顏色部分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 我們如果說要在某一個標籤上面加顏色的話 那當然如果你要測試 你可以直接開啟那個Visual Basic 然後Visual Basic裡面的話 其實有幾個簡單的方式 這邊的話 其實在我們的雲端上面 有教各位一個方法 就是這邊有個叫 Active Shit 沒有加S 點Tab 點Color 給它一個顏色 那如果說你要練習的話 我教各位一個方法 就是說 以後你不太知道某一個指令 怎麼去操作 你可以直接在我們的 就是Visual Basic裡面 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這邊有個檢視 檢視裡面的話 有一個叫做即時運算視窗 這個即時運算視窗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就是說如果 你將來不知道某個物件 或某個函數 它使用之後的結果是怎麼樣的話 那你可以先try 那怎麼try 我試一試給你們看 這個還蠻好用的 就是說了解一下那個VVA 那這邊即時運算視窗就跳出來了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希望怎麼樣 現在的ActiveShit就是假班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把那個 剛剛的那個指令的話 你可以把它 ActiveShit 點 ActiveShit 然後呢 它的什麼呢 它的Tab Tab就是它的那個頁面 這個某一個頁面 植物件 點什麼呢 點Color Active 然後呢 等於什麼呢 等於某個顏色 什麼顏色 也許我們用那個QB Color QB Color QB Color 基本上如果你不知道這裡面有什麼東西 你可以按F1 只要在VVA裡面上面你按F1 它就會自動幫你跳出 有點幫你把那個搜尋 就是打開那個說明檔 並且去幫你查詢 你找的那個Cubic Color的那個 那這邊就會自動跳出什麼 Cubic Color的函數 它的什麼呢 所有顏色就告訴你 那它的值如果是0的話 那就黑色 1的話呢 就藍色 一直累推 總共的話呢 一直到15 所以如果 你今天你的顏色數量 如果超過16個的話 那當然特別重要 這個值 你不能給16 因為給16 是超過它的範圍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給它加一個 比如說 這個青藍色好了 那你就給3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比如這邊輸入一個3 好 這個時候呢 你確定一下 如果你的指令 通通沒打錯的話 ActiveShift Tab Color 等於QB Color 3 Enter一下會怎麼樣呢 因為我現在執行 不是跑一個程序 其實只是暫時知道 有沒有顏色出來的話 你就按一個Enter Enter的話 直接在這一行的地方 按Enter 各位有沒有發現 下方 它會有一個 顏色 不過它現在選舉 把它切 有沒有 這顏色就出來了 好 再切回來 那如果要把它清掉顏色的話 Active 現在還是假扳 它的Color 如果去掉顏色 那我就是再把這一行 乾脆這一行 我來這邊複製一下 然後等於什麼 X LO Excel Excel None Enter 有沒有發現 它的顏色就不見了 OK 所以其實因為我現在是ActiveShift 是單一個 但是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希望多個 我希望一次就全部乾脆跑 幫我跑個回圈好了 不然的話 一個一個這樣加 好像太麻煩了 所以有沒有方法 我現在希望怎麼樣 從第一個 到最後一個 通通幫我加顏色 然後顏色的話 我可以用什麼Cubic Color算了 所以這邊的話 我可以在這邊的模組好了 打開模組 打開模組的最下面好了 然後這邊加什麼 加一個回圈 那因為 這邊有寫好的 工作表 標籤顏色 那我就直接把這邊好了 Ctrl C 一下 直接Ctrl V 好 如果今天希望 因為總共剛好 標籤只有13個 不然的話 你這個13個 可以用Shift.com 就是他自己去抓 總共幾個 然後 因為剛剛是用Active Shift 可是是單一個 可是 那我現在是哪一個 那你可以用 用I 然後第幾個 給他Cubic Color 那如果這樣跑的話 那不過我的I 是從1開始 那Cubic Color的編號 是從0開始 不過0為什麼要避開 因為0是黑色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這個你看F1 有沒有 0是黑色 那其實如果工作表 顏色 放個黑色 應該會怪怪的 黑黑的這樣 好像 蠻奇怪的 所以我就避開他好了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就直接 直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當然你要按F8好了 F8組行 你會發現第一個 有沒有 這個藍色 綠色 這不知道什麼 在這個青藍色還是什麼 然後就一個一個幫你把它加顏色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加顏色 它只要遇到那個 這個Tab是被選取狀態的話 它的顏色就不是全部 只有下面一點點 除非說你切到別的頁面 比如說你這邊切過來 它又出現了 反正被選取的那一個 顏色都會淡淡的 OK 第一個就是說 如何把每一個都加上去 那我們用的是Cubic Color 第二個就是如何把所有顏色又改回來 那改回來就第二段 就是說我可以把這邊顏色全部都清空 那這邊的話清空 其實你可以幹脆 這個是一樣 所以把原來這一段把它清除 所以顏色 清除顏色 那這邊的話你要貼上 這邊加一個清除兩個字 如果說你今天希望把顏色清除掉的話 那就是加一個Xln 所以清除 那本來是有顏色的 你就把Color後面加一個Xln 就可以了 OK 不過我遇過一個問題 就是加成XLN 感覺改回來的顏色好像不一定那麼真實 有的時候甚至 我可能會用什麼 乾脆把它改成全部都變成白色的 反而看起來好像跟原來比較像 你們等一下改改看 因為它預設 如果你把顏色都清掉的話 表示完全沒顏色 反而跟原來的那個狀態有點不像 反而加了白色好像比較接近 我試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比如說我把那個顏色再去掉的話 那就是跑一個迴圈 然後第一個TAB幫我把顏色清掉 有沒有清掉 但是你會發現 顏色清掉之後 感覺反而怪怪的 好像 是XLN是沒錯 可是 還是說等一下 還是ColorIndex 這邊有一個Color加Index ColorIndex 等於XLN Color等於XLN 這再試一次看看好了 這個地方 如果用ColorIndex等於XLN 對 那就沒錯了 跟正一樣 應該是 但是如果清除顏色的話 那就是 不是Color 叫Color的Index Index等於XLN 不然的話好像怪怪的 OK 所以 有加Color是這個 但是如果你要清掉的話 是Color的Index等於XLN OK 這樣就應該沒錯了 不然用Color等於XLN 反而好像是變成有點淺藍色的感覺 那我這邊上面的部分把它update一下 好 那你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就是有兩段程式 一段是加上顏色 一段是清楚顏色 OK試一下 那如果你初期 假如說細部要練習的話 你可以利用那個 在VBA裡面的檢視裡面 會有一個就是 功能叫做即時運算視窗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你在不太確定哪個物件裡面的 哪一些屬性或方法 它的效果是如何的時候 你可以先在即時運算視窗裡面 暫時測試一下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先掌握一下這個物件 可能會有的狀態 然後再來撰寫回圈 恐怕失敗率會比較低